进入秀林乡经过秀林二号的产业道路 因为常年失修面路凹凸不平 常常有意外情势发生 而为了解决地方的需求 秀林乡名代表林一龙 并且向秀林乡公所争取经费 来重新铺设博游 现在全面改善了 也提供用路人新的安全 秀林乡名代表林一龙 是前往秀林二号桥一旁的产业道路 可以说是往返村内解禁的综合道路 来年东来并没有进行修缮 路面凹凸不平常常有意外的情势发生 村民曾经很多次一直都没有很好的回应 为了解决地方的问题 秀林乡名代表林一龙 并且向秀林乡公所争取经费 来改善这条道路 针对二号桥旁边的巷道 实施了一个近期完工 做好一个铺一个博游路面 非常谢谢王美贵乡长的支持 以及我们代表会主席赖季节主席 重视我们的地方建设 然后会有这个原因是因为 之前乡民乘起 在大概两年前乘起 道路破损不堪 然后旁边也一些凹凸不平 这个可能会造就我们当地族人的 一个交通上的一些安全疑虑 狂犯意外事件发生 所以经过临时会提案 将这个博游路面铺设好 也让我们所有的村民 经过这边的时候 无论是行走也好 那交通工具经过也好 可以提升它的安全系数 也照顾我们当地的主人 非常谢谢王美贵乡长 以及我们的代表会主席赖季节主席 全力支持这个我所提案的 二号桥的博游路面 计划下面代表连诺表示 这条道路大家行上 可以说是相当方便 从村内要往台九线上 是重要的捷径道路 也希望透过这次的重新铺设 让拥育人在行驶这条道路上 能够安全无遗 记得就好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